娱乐圈 很多人都知道林依晨是为了替嘉丽还债而进入的娱乐圈 通过拍戏正前来还债 也是娱乐圈中的一代励志女神 张韶涵是因为被妈妈坑了 才在娱乐圈中发展不了的 不过近期也已经慢慢的回升了 然而我们今天说的这位女星 也是因为妈妈的原因才进入的娱乐圈 她就是无印节 都被大家亲切的喊鬼鬼 鬼鬼在很小的时候 她的父母就离婚了 而她被则是被判给了母亲 但是她母亲从小一直对她不是很关心 在鬼鬼刚满16岁的时候 就断了她的一切生活来源 比她进入娱乐圈赚钱 鬼鬼没有办法 只能听从母亲的意见 后来慢慢的鬼鬼在娱乐圈 有了发展 可以赚到钱了 但是不幸的是 鬼鬼却被母亲当作提垮击 甚至有爆料 有一次鬼鬼忘记打钱给她的时候 就故人将鬼鬼打进了医院 但是遇到这样的母亲 的确是很令人难以想象的 毕竟母亲一直是非常伟大的形象 对孩子都是关爱又加的 所以鬼鬼实在是太可怜了 鬼鬼出道的时间非常早 16岁就被迫出道了 是台湾非常有名的少女组合黑色混 当时这个组合在台湾生 甚至是全国都是非常火的 不过后来鬼鬼选择了丹菲 也出演了一些电视剧 比如《霹雳MIT》 不过都没有什么起色 后来来到大陆发展 在陆珍传奇中饰演了 和丹娘这一角色 慢慢的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不管依然没有多么的火 后来对自己有要求的鬼鬼 选择去韩国做练习生 想追求一下自己的音乐梦想 但是事与认为 韩国公司认为 鬼鬼的长相与现在的审美不合 逼近我们知道韩国很多都是那种性感和尖下巴那种脸型 因此希望他整容 但是却被他拒绝了 后来便直接回国发展了 在2016年的时候 参加了明星大侦探的录制 成为了常驻嘉宾 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鬼鬼在综艺中的表现非常可爱 加上自己的台湾普通话 而且在节目中也能够很清楚的找到自己的定位 所以非常的受欢迎 而且在节目中一直是团宠的存在 可以看得出来 节目里和总和老师对他相当的照顾 其实不管是节目中 还是私下是生活中 和老师都对鬼鬼非常的好 将他宠成了小公主 鬼鬼现在在娱乐圈中的发展 还是非常不错的 前段时间的带留苏尔款的少女中 饰演的天真善良的阮青亭 也是深受观众的喜爱 而且还同时发布了自己单曲 除了在明星大侦探中 有他的固定身影意外 在其他的综艺的综艺上也会出现 每次与何老师同 矿的照片都是非常的有爱的 在节目中自爆的思想喊何老师都是宝宝的 可见两人的关系真的是非常好了 输尽的鬼鬼总算是熬出了头 在娱乐圈中总算了得到了锻炼 现在也已经彻底摆脱了母亲的控制 但是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差 不过现在鬼鬼在娱乐圈中 至少已经有了对他很好的朋友 不会再像当初那样孤立无援了 也是很为他开心的 希望今后鬼鬼可以在娱乐圈中的发展越来越好 虽然与颜亚伦的十年之约并没有得到实现 但是两人还是很好的朋友关系 我们也希望他在今后可以早点找到真正对他好的那一个人 我们下期再见